大陆苏州昆山市是台商重镇 当地的汇聚天虹宫 是大陆法律上 首座由台湾人捐建的合法庙宇 供奉由陆港天虹宫分林的妈祖 依照习俗分林妈祖 必须要连续三年回娘家 而今年刚好是圆满年 两千多位昆山台商 特别陪伴汇聚妈祖回陆港业祖 天虹宫的哨角队开路 两千多位台商 陪着汇聚妈祖回娘家 一群传统业组的免价配备 全部上阵 今年在陆港很热闹 我们的台商回来的也非常多 今天大概有两千个台商来参与 那么明天回这个昆山更盛大 我们有好几万的这个信众 那么也有三十二个这个镇头 跟着落镜 依照习俗分林妈祖连续三年 都要回娘家 今年刚好就是圆满年 事业还有家庭可以过得 比较有一点心理的寄托 他们也藉由妈祖的传承 我们希望说在今年圆满年过后 不管是否能够再回来 业主进乡 我们也希望两岸的妈祖 能经常常来逃亡 当年在台商齐心合力的奔走下 投入六亿人民币 台在昆山建造具有敏式 陆港风格的汇聚天后宫 扮演台商守护神 如今浩浩荡荡回娘家 也为陆港小镇增填热闹与喜气 记者最后报道